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402年的7月13日 这一天负责防守金川门的建文帝所信任的大将军李景龙 以及古王朱慧为城外的燕王朱棣打开了城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川门之变 由此燕王朱棣兵不雪刃进入了颖天城 当燕王朱棣一行赶到皇宫的时候 见皇宫的后宫已经是大火汹汹 太监们从火中拖出了两具几乎已经被烧焦的尸体 朱棣见到以后不由分说 就扶在一具尸体上大哭 说傻孩子你怎么能这样死呢 叔叔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不是要跟你争皇帝的呀 人们说婴儿的低声啼哭是宣告一个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 而朱棣的此一声哭则绝对是政治性的 与伤心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不过是想告诉其他人 旧皇已死 新皇即将登基 所以建文帝必须死 连失踪都不可以 毕竟当年朱棣是与清军策周公辅政的名义发动静乱之变 这时候如果皇帝失踪的话 那朱棣的继位就失去了合法性 他顶多做一个摄政王 等待着皇帝回归或将皇位传给皇帝的子嗣 而且如果只是报建文帝失踪 那么可能没过几年 不知在哪个地方又会冒出一个建文帝 号召大家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皇位 那样朱棣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当年清军攻陷北京的时候 并没有杀死崇祯的三个儿子 这也导致后来在康熙年间不断出现造反的朱三太子 这也成了大清王朝八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以建文帝必须死 这样将来不知何处再冒出一个建文帝的话 朱棣就可以直接说这个人是假的 真的已经死在了当年的一场大火之中 在完美的表演完这场政治秀以后 朱棣擦干了脸上残存的几滴鳄鱼泪 然后对身边的臣子们吩咐 要将建文帝以天子之力下葬 然后又在众臣与朱王的一再劝劲下 心不甘情不愿的坐上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皇位 既然说是以天子之力下葬 那么现在建文帝的灵位在哪里呢 恐怕无人知晓 不光是现在的人不知道 就是在明朝崇祯年间 有一次呢众臣劝崇祯皇帝要祭祀建文帝 崇祯说我也想祭祀 但建文帝无灵啊 那么建文帝是死于这场大火 还是最终逃出了升天 这也成了六百年来的一桩谜案 到现在仍然是扑朔迷离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建文帝 聊聊他的死亡之谜 朱棣一方面假惺惺的后葬朱允文 一方面呢又开始热情的关心朱允文的家人 朱允文的家人包括他的生母吕太后 吕太后也是前太子朱镖的续贤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 说朱允文不是朱镖的嫡子 所以他不应该继承皇位 为什么说他不是嫡子呢 因为他是吕氏所生 吕氏生他的时候还并不是朱镖的正氏 所以说朱允文是树妃所生 应该为树子 我想在这点上可能有些误解 朱镖的嫡长子肯定是他正氏常氏所生的朱雄英 不过朱雄英早逝 常氏呢还为他生了另外一个儿子 就是朱润通 朱润通比朱永文小一岁 后来常氏难产而死 吕氏就被晋升为了正妃 所以这时候朱镖的正氏就是吕氏 但是呢还是有人坚持说 说皇子的嫡数身份 是与他出生时他母亲的地位有关的 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 如果他母亲是正氏的话 那他就是嫡子 如果他母亲是妾氏的话 那他只能是树子 即使他后来母亲生为了正氏 他的嫡数身份也是不能改的 所以朱允文依然是树子 为此呢有人还举了一个商咒王的例子 说商咒王继位的时候 他还有两个同母的哥哥 而之所以商咒王能够继位 是因为这两位哥哥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也就是商咒王的母亲 还是一个妾氏 而生商咒王的时候 他的母亲已经晋升为了正氏 所以商咒王才是嫡子 所以最后就立了商咒王 以此类推朱允文也应该还是数子 真正应该在朱镖之后被立为太子的 应该是他的弟弟 常世所生的嫡子朱允通 这样才符合礼法 但是呢可能这些朋友忽略了一点 我们现在所说的礼法是开始于周朝 商咒王时期并没有所谓的礼法 所以也没必要仿效商咒王的例子 而自周朝以后 大部分时间是遵循着子为母贵母为子贵的原则 就是如果他的生母的地位提高了 那么他的儿子的地位也相应的提高 以前的数子就会变成嫡子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武则天那几个儿子 武则天生他们的时候还只是朝夷是个妾室 但后来武则天成了皇后 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嫡子 所以在朱镖的续贤吕氏被扶正以后 他的儿子朱允文也就自然成了嫡长子 所以朱允文继承皇位是合乎礼法 无可争议的 朱镖在世的时候 对朱棣以及其他的几位弟弟是多方呵护 所以朱棣也是感念朱镖对他的一番恩情 对朱镖的家人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首先他是让朱镖的郑妃他的大嫂现在的吕太后去守皇陵 最后是幽居而死 朱允文有三个弟弟 这时候他们都已经被封了王 朱棣登基以后将他这三个侄子的王号撤除 改封为郡王 其中两个后来干脆被贬为庶人 囚禁在了凤阳老家 最后是幽进至死 还有一个在宫中没过多久 也是死于一场离奇的火灾 朱允文自己还有两个儿子 其中他的大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朱文奎 在那场大火以后就不知所终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当时只有两岁的朱文归 因为太小就被一直关在了凤阳老家 这一关就关了五十多年 一直到了明英宗时期 五十七岁的朱文归才重见天日 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名智障 连驢和马都分不清 更谈不上为朱镖传宗接代了 所以说自朱力登基以后 一向恩待他的大哥朱镖就被绝了后 对他大哥的家人尚且如此 就更不要说如何对待建文帝的那些旧臣了 当时的兵部尚书铁炫 曾经在济阳城下重挫过朱棣 朱棣对他是恨之无辜 抓到铁炫以后 铁炫站在殿前是背向着朱棣立而不跪 朱棣大怒 命人隔去他的耳鼻置于火中烤熟后 塞入铁炫的口中 还问他好吃否 铁炫说 忠臣义士之肉当然好吃 最后朱棣将铁炫凌迟处死 因为铁炫的忠义 后事才有了利于济南大明湖畔的铁公寺 而被称为天下读书人种子的方孝儒 那天是自穿校服到宫中吊艳 据称已经被烧死的建文帝 朱棣对他起初还是非常的尊重 想让他为朱棣撰写继位诏书 方孝儒就质问朱棣说建文帝何在 朱棣说以自焚而死 还说我此来是效仿周公辅城王 来帮助建文帝清除奸秘的 方孝儒又说既然建文帝已崩 那皇位应该传给他的儿子 言外之意呢 就是你既然说是周公辅城王 周公最后可还是把天子之位让给了城王 你现在要当皇帝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棣呢 回答说建文帝的儿子年幼不能当此重任 方孝儒又问那你可以传给建文帝的兄弟 他的兄弟总不年幼吧 最后问的朱棣是无以应答 只能说这是我们的家事与你何设 然后朱棣就强命方孝儒起草进位诏书 方孝儒是致彼于帝 大声说死则死而 昭不可草 最后朱棣大怒将方孝儒折于世 现在呢 很多人相信方孝儒是被诛了十族 所谓的十族呢 指的是傅四族 母三族 妻二族 再加上朋友学生算第十族 方孝儒被诛十族这种说法呢 并不见于正式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 是出自于柱之山的野绩 又叫知山野绩 这是一本野史书 柱之山本人大家知道 他也不是一个史学家 而且明史大家知道是清朝人修的 清朝人呢一向不放过任何一个抹黑明朝的机会 但像这样的残暴之事 在明史中却没有记载 所以呢也确实令人生疑 而且诛十族这种说法呢 是从明中期以后才出现的 明中期以前据事发那个时间更近的这个时期 却没有诛十族的记载 而在《明神宗实录》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这些人呢应该都是受方孝茹案株连的他的家人族人 最后呢在万历年间都得到了赦免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在十族之内还是在十族之外 但相信应该有一部分是在十族之内的 那这样的话诛十族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方孝茹呢还有一个堂兄叫方孝傅 当时呢是在边关戍边 他肯定是在十族之内 但最后呢也没有被诛 不过呢这有可能他是在军级本在赦免之列 方孝茹被施刑以后的尸体也是由他的学生来收的 而按诛十族之说 学生也应该是包括在内的 所以呢 综上所述方孝茹被诛十族之说 我个人认为存疑 毕竟呢在各种证史中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而最早记载的出自于一本野史 而当时方孝茹被阻诛 就是全家的人都被杀 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方孝茹在家是排行老二 他的大哥早已经去世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方孝游 据传说呀 当时方孝游也被押父到了刑场 方孝茹看着自己的弟弟因受到自己的牵连 而将被杀头 心中是内疚不止 而他的弟弟方孝游却不以为然 当着他的哥哥的面还口占了一首诗 阿兄何必泪姗姗 取义成人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到家山 除了方孝茹以外 另外几位建文朝的旧臣 他们的结局是这样的 第一罪人齐泰 不屈死 从兄弟做死 叔叔发配 六岁儿子免死发配 第二 黄子成 抗辩不屈 折死 族人吴绍长接斩 燕党戏戍边 炼子宁 语不逊 折死 族齐家 燕戏拒戍边 死的最惨的应该算是景青 景青呢是假意投降朱棣 然后又伺机行刺 后来朱棣将其盼冷凌池 足之 而且集其乡 转乡攀然 为之瓜慢超 村里为虚 全村的人都死光了 建文帝的家人和旧臣 在朱棣登基以后 都死得很惨 那建文帝呢 他真的死于这场大火之中吗 这件事首先是清朝人不信 在清朝人主编的名史中 并没有采纳太宗实录的记载 他是这样记载的 都城县 宫中火起 地不知所终 燕王遣忠使出地后失于火中 这个记载呢是说 当时太监拉出来的尸体 是地后之尸体 是皇后的尸体 并不是建文帝 而建文帝已经是不知所终 到了乾隆年间重新修名史 更是一点没给朱棣面子 他是这样说的 朱棣潜忠使出后失于火 鬼言帝失 直接了当的就说 朱棣在撒谎 不光是清朝人不信 朱棣自己的后人也不相信 朱棣的曾孙 明英宗朱祁镇 曾经派人四处去寻访建文帝 如果建文帝真的是被烧死的话 那还寻找什么呀 到了明神宗期间 万历皇帝曾经问他的老师首辅张居正 说闻建文帝当时逃逸 国佛 所以明神宗也是质疑建文帝死于大火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回答的 因为这个回答有可能是迁出了建文帝最终的走向 所以呢 咱们一会再说 我记得有一句名言叫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骗部分的人 或者在部分的时间骗所有的人 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骗所有的人 真相总会在某个时候若隐若现 朱棣撒的这个弥天大谎骗不了别人 恐怕连他自己也骗不了 因为他肯定知道建文帝并没有死 所以朱棣也一直在寻访建文帝的下落 在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临走之前朱棣嘱咐郑和要查找建文帝的下落 可能在这之前他已经得到消息 建文帝已经是亡命海外 当然了 郑和下西洋肯定并不全是为了寻访建文帝 不过呢 这可能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到了永乐五年朱棣又派几世忠胡莹在陆地去寻找建文帝 为什么只派一个几世忠这样的小官去做这件事情呢 这是因为朱棣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得特别大 如果这是张扬出气的话 那他以前说的话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为什么朱棣没有在登基以后 马上就开始寻找建文帝 而是一直到了永乐三年永乐五年才开始呢 其实呢 朱棣已经开始了 在他继位之初就囚禁了建文帝的主路僧普洽 主路僧是明朝特有的 一般是皇帝和亲王都配有一位主路僧 可以说是皇家专用的高僧 朱棣的主路僧就是姚广孝 而建文帝的主路僧就是这位普洽大师 据说他曾经帮助建文帝潜逃 知道建文帝的下落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被朱棣囚禁了起来 一直囚禁了十几年 后来还是姚广孝在弥留之际呢 为他向朱棣求情 请求朱棣释放他 这样他才重获自由 所有寻找建文帝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的进行 胡莹走遍了名山大川道观古寺去寻找建文帝 但他打的名义却是要寻找张拉塔 张拉塔就是张三丰 朱棣为什么要寻找张三丰呢 其实不光是朱棣找 朱元璋也一直在找 可能呢他们是想找一些长生不老的药 或者是求一些成仙的办法 不过呢他们都没有见到张三丰 张三丰这个人与众不同 首先长的就与众不同 据说他长的是龟形鹤背 大眼睛大耳朵 满脸的落腮胡子 而且呢这个胡子并不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 无柳常然飘洒胸前 而是像钢针一般的扎在脸上 因为张三丰一年到头都穿着那件破破烂烂顶风臭实力的道袍 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张拉塔 朱元璋跟朱棣最终也没有见到张三丰 这肯定不是因为张三丰讨厌朱家的人 因为张三丰曾经亲自去拜访蜀王朱春 就是朱元璋的儿子 当时呢被封蜀王 张三丰见到朱春以后两人是相见恨晚事相谈甚欢 而且两人年龄还相弱 年龄差距不大也就差一百二十多岁 朱春当年应该是二十一二岁 而张三丰那年应该已经是一百四十三岁了 据史料记载张三丰是南宋末年的人生于公元一千二百四十七年 到了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就已经是一百多岁了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有可能活这么长吗 这个呢我可不好说 毕竟呢我也没有修过道 也许道家的人真的有什么长生不老的法门 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鬼谷子 他的学生有苏秦张仪 还有李斯白起 这些人年龄差距上百年 鬼谷子都是他们的老师 那鬼谷子的年龄肯定也应该在百岁以上 所以呢后人有人说鬼谷子可能并不代表的是一个人 有可能是代表的类似于一个学校的地方 比如说现在的哈佛大学牛津大学 苏秦张仪白起李斯 他们都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 这个学校的名字叫鬼谷子 或者是鬼谷子的学生继续沿用他的师父的名号 那么张三丰是不是这种情况 这个呢我就不好说了 胡莹从永乐五年开始寻找建门帝 中间呢他母亲病逝 他请求丁优 朱棣都没有批准 所以他在随后的十几年间 一直在不断的寻找建门帝 那么他最终找到了吗 到了永乐二十一年 这一年朱棣去争蒙古 在回师途中驻军现在的河北宣化 这天夜里朱棣已经熟睡 但突然有人进账禀告说胡莹求见 有重要消息禀告 朱棣马上起床接见了胡莹 两个人在帐中一直谈到了漏下四股 就是到了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 胡莹才离开朱棣的大帐 那么他们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 首先能够肯定的一点就是胡莹肯定是寻访到了建门帝的下落 否则的话他不会连夜赶到宣城向朱棣禀告 也不会在朱棣熟睡的时候去打扰他 那么胡莹会不会就是告诉朱棣建门帝已死 这个有可能 但似乎也不用谈这么长的时间吧 而且如果胡莹报告的是建门帝已死 那似乎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毕竟人死了也没有什么可及的了 及时禀告应该也就是几分钟了事 除非是朱棣用了几分钟时间听胡莹的报告 然后又用了三四个小时给他保揍了一顿 说他搅闹了圣驾的睡眠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胡莹打探到了建门帝的下落 而且和建门帝见过面 向他表达了当今皇帝对他的担忧 建门帝这时候可能真的已经出家为僧 对俗世的皇位已经不感兴趣 建门帝有可能向他许诺江不再谋求皇位 同时也希望朱棣能够答应他一些条件 胡莹之所以急于见朱棣 就是为了向朱棣禀告他与建门帝见面的情况 和建门帝提出的条件 很可能他需要得到朱棣的首肯 然后他还要回去向建门帝汇报朱棣的态度 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急 而且这是可能涉及到朱物多的条款 所以他要一条一条的向朱棣阐述 朱棣也要认真着思考 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这样的话时间就会耗费的比较多 而且据正史记载 在这次胡莹与朱棣的谈话以后 朱棣是智氏以始氏 他心中的这块石头算是终于落了地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 就是朱棣如果真的知道了建门帝的下落 他为什么不去派人杀了建门帝 而还让他活在这个世上呢 难道他真的相信建门帝会遵守他们之间的承诺吗 这个呢我想或许是这样 建门帝很可能也预估到了朱棣会杀人灭口 所以他有可能让胡莹带话威胁过去 就是说如果有人杀他的话 他会如何如何 而他的所作所为将会给朱棣带来麻烦 所以朱棣暂时不想杀建门帝 他可能想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但朱棣后来就没有时间了 胡莹与朱棣见面的是在永乐21年的11月份 而第二年永乐22年的1月到7月 朱棣又开始了对蒙古的远征 这也是朱棣对蒙古的最后一次远征 在当年的7月他就病死于于牧川 所以与胡莹见面以后 朱棣没有时间去策划杀死建门帝 朱棣这一生啊说起来也是可悲 他用尽一生的时间就是想证明 他是比建门帝更好的皇帝 想证明他更适合皇帝这个位置 但他最终什么也证明不了 这也怨不得别人 因为这是他自己造成的 打个比方 就好像他与建门帝进行一场白米赛跑 发领枪一响 他就一板砖把建门帝拍在地上 然后自己跑完了白米 回头再跟建门帝说 瞧 我批你跑得快吧 是朱棣用武力的手段把建门帝赶下了台 所以他永远无法证明 他比建门帝强 那么如果建门帝真的逃出了宫 那么这些年他到底是在哪里 他又做了什么 他最后的归宿又是怎么样 关于这一点呢 至今还是一个谜 很多的野史都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在野史中记载的建门帝的去向和归宿 总共有23种 野史的资料呢 很难证明 我们最好呢 能从正史中找到一些资料 然后再服以野史作为补充 但是很遗憾 正史中没有准确的记载 不过呢 在明神宗实录中有过一段关于建门帝的记载 倒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思路 这个记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神宗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一段对话 当时年轻的万历皇帝问了自己的老师也是首辅大臣张居正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文建门帝当时逃逸 我否 张居正做了如下的回答 国使不载此事 但先朝故老相传 言建门帝当静难师入城 即消发批兹从奸道走出 人无之道 至正统奸 忽于云南游壁上提诗一首 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 有疑御史绝其有意 招而问之 老僧坐地不贵 曰 物欲归谷固原 乃艳之为建门也 御史以闻 随一朝来京 入京艳之 梁氏 是年以七八十以 莫知其所终 按照这段对话 建门帝当时是逃出了京城 后来又出家为僧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南京 于是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御史把他送到了南京 宫里当时是有人来验证了他的身份 确认他就是当年的建门帝 所以说建门帝最后是回到了宫中 再结合另外几本有过类似记载的野史书 比如说像明史记事本末 还有黄明资志通记等等 这些野史书的说法与张居正所言的是基本相同 虽然说具体细节上可能有一些差异 不过考虑到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增补或删减也算是正常 而且这些野史书还提供了一些细节 说当初建门帝回到宫中的时候 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特别找了一个当年宫中的一个老太监 叫吴英的来验证建门帝的身份 建门帝见到吴英以后马上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而且还提到了他以前做的一件事情 吴英后来查看建门帝的脚趾 发现他脚上的黑斑 而这正是他以前服侍的建门帝的标志 就这样确认了建门帝的身份 建门帝后来就一直在宫中礼佛 宫中的人都称他为老佛 又过了几年建门帝去世就葬在了北京的西山 坟墓是不封不墓 成了一座无人室的孤坟 那么为什么这个说法我认为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呢 这是因为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这段对话是记录在明神宗实录中的 这段对话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 张居正作为首府大臣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 他不会拿一些街头相门不靠谱的事情告诉万历 我相信张居正在这之前也肯定知道了关于建门帝去向的诸多说法 但是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来说说明他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的 虽然说他也是听人说的 但能告诉张居正这件事的人应该也不是简单的人 而且张居正也说了这是先朝故老相传 就是说并不是外面传来的小道消息 而是朝堂内部得到的消息 张居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正是明朝的万历初年 距离明英宗的正统年也就是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而张居正本人呢又是家境隆庆万历的三朝老臣 这样算起来呢这种说法流传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所以呢真实度就要高一点 当然了我这么说也只能是一种推论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 那还要有待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去给出我们一个最准确的答案 建文帝脱下了龙袍换上了袈裟 这样反而使他轻松了 使他解脱了 而朱棣脱下了亲王的服饰换上了龙袍 反而像是披上了一副枷锁 终其一生都是想要证明他配得上这件龙袍 很多的影视作品包括这部剧都把朱棣塑造成了一个明君 一个大帝 而魏文帝朱允文则被描写成了昏庸胆小 怯弱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为什么在朱棣登基以后有463名官员提出辞职 只有一百多名官员留任 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官员不愿意为朱棣效力 这又是为什么呢 按说不应该啊 这毕竟还是朱家的天下 当皇帝的还是姓朱的 何必要跟自己为难呢 这些官员们读了这么多的书 难道不就是想做官吗 他们现在放弃了官位 不光是放弃了他们的荣耀财富 而且也是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他们的政治理想 他们又何必如此呢 到了后世崇祯皇帝吊死眉山的时候 那些明朝的官员们不是很快就喜迎新军了吗 那个新军并不姓朱 甚至还是一族之人 这些官员们值得尊敬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能有一种解释 就是朱棣的所作所为 不仅是触碰了当时的钢厂礼教 而且也触碰了他们的道德底线 所以说公义还是存在的 它可能不存在那些被删减的史书中 但依旧植根于众人的心中 关于建文帝的故事 虽然距今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 但仍然我们现在能够在报端中 看到关于这件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有人说在浙江的金华 有人说在福建的宁德 还有人说在江西的三青山 都见到过建文帝的遗迹遗址等等等等 之所以这件事情在民间不断的在流传 除了猎奇的原因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历史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 不过是城王败寇的强者叙事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生存的世界将被赤裸裸的 丛林法则所统治 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多年了 还一直在民间流传 其实就是世道人心 对那种强盗行径的嘲笑和否定 是让那些一代一代后来想效仿强盗行为的人 让他们能够一遍遍的听到这个来自历史深处的正义回声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